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你有兴趣 刚好我周日有空 人数的话我给想办法 我先进去预定个场次 这次算我请客 就当你这个月带她来陪阿燦玩的谢礼 如果这样的话 要不你这个月继续带她来陪阿燦玩 刚刚还是工作时间 你不会认为我这么不敬业吧 我是时光就影的投资人之一 这里的一些古董道具 还是我的收藏 至于安大小姐 我帮学校来收取管理费 这家店是盛塞希尔的物业 我听你们说 想来这家店玩剧本沙 我这里刚好有几张体验券 周日上午场 你可以邀傻相熟的人一起 我周日早上有时间 周日是休息日 罗夏想跟你一起玩 投资人先生每天都在辛勤工作 没法偷看剧本 而且有趣的剧本 肯定会找你一起玩 优优独播剧本身 他一定是来找你的 哀悦者社团的票 下周五 好像玩这种游戏 要说很多话 我想去 跟你一起玩 应该不会无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时候过来 我并不觉得在我眼里 你等同于学生会免费劳动力 这不是你平时的活动时间 你打破了规律会让我想追溯原因 时光就已 据说那家店氛围布置很好 价格也很美丽 看起来机会很难得 虽然周日早上本来有安排 但我可以改变它 或者说 因为是你的邀请 会让我对这个游戏 有意外的期待 周日早上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么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的角色是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吗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要小心叶老师 藏在风平浪静之下的 很可能是暗潮汹涌 是在打单情报吗 无论是什么身份 我想我都会是你最熟悉的学长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名字都打上了 这家店也未免太贴心了 也许亮明身份 反而能更好地保护想要保护的人 我是做投资的银行家 事先声明 我可没想到在剧本里 我也是有钱人 有点遗憾 我还以为会抽到大boss之类 更有挑战性的角色呢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一直盯着我 似乎你已经认定了 我是凶手 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请跟随我 一起走入属于你们的时代 故事发生在硝烟四起 暗潮汹涌的民国 宴会上公筹交错歌舞生平 灯光照不到的死角 却隐藏着阴谋与杀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再这样盯着我看 我可要开始进行课后提问了 我平时不怎么来这种场合 看书反而还自在一点 你父亲说 有事情要跟我商量 我在宴会上 发现了比赚钱 还有意思的事情 据我所知 他买了去美国的船票 也去租借办了全家的护照 这里的许多人 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没有 我只想说 你今天的打扮很好看 谢了 我们的三二图行动也失败了 我已经查到了一些消息 这里人多少杂 夜会结束后 我再找机会和你洗手 这个人怎么回答 我真心 wing 원人为四十三水 我只想说 前几天磕碰了一下 让你担心了 好的 我正想上去看看 你父亲呢 等悟之急是要尽快找出凶手 这宴会还未结束 宾客还未散场 宴会期间未经允许 没人能够擅自离开宅邸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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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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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因少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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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伯朗宁M1900 这把枪看上去很新 没有一点磨痕 大家都没带武器经验回厅 那么这把枪很有可能就是凶器 这把枪被人取走了子弹 看起来 这位军校生对伯朗宁很熟悉 你在怀疑我 我只是单纯好奇 你是怎么做到拿起来就知道这把枪的重量不对 这不太可能是军校训练的日常用枪 这款枪是伯朗宁M1900 现在已经停产了 但我今天见过它 确切一点 都军让我试过它 我今天在都军书房里研究过这把手枪 是独军主动把它拿给我的 它得知我是陆战器军校身后 跟我讨论了一会儿枪械方面的话题 聊到兴起的时候 它向我展示了自己的这件宝贝 我亲眼看到这把枪的弹夹中 装满了子弹 我不可能知道凶手的 真实想法 我还在书房的时候 独军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面是什么人我不清楚 但他们谈得不太愉快 你父亲的情绪 似乎有些激动 事发突然 辛苦诸位要暂时在这里住几天了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 尽管向我开口 你父亲的情况 大家演得不错啊 看来都很进入角色 接下来是自由讨论环节 你们也可以在房间里活动一下 但是 你在这一环节 只能选择和一个人进行单独交流 要慎重考虑哦 好 出去说 要不去这里 两杯蜂蜜红茶 麻烦了 你嘴唇有点干 还是喝茶润一润比较好 我陪你 这杯蜂蜜 就是宴会刚开始的时候 怎么了 鬼鬼祟祟 居然是这个描述 对 我与杜军见面后 出过房间 还记得我在自我编户的时候说 杜军接到了一通电话吗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杜军让我先坐在书房里等他一会儿 但他讲电话的时候 总闪烁其词 我就先告辞了 按照剧本的设定 是的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听到杜军提了你名字 听不清 这时候安秘书过来了 只知道 你父亲情绪很激动 像是在刻意压抑着脾气 你脑洞还挺大的 我剧本上写的 都告诉你了 没有瞒你 我尽能热 我尽能热 好 我尽能热 我尽能热 现在 尽能热 我尽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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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我的 我尽能热 也尽能热 我尽能热 你全能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需要精通音乐 只需要让乐队在案发时 奏起音量和鼓声比较大的乐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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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可能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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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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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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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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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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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 中文字幕志愿者